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一樣來談談液經 因為好久沒有談液經了 那因為有一些學生在問老師 老師啊,那個液經 八字跟風水差一點在哪裡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那剛好我可以做一個比較 一般來講,液經整個體系建構完成 是兩千、兩千五百年前 我們先了解一點簡單的歷史 那風水的話應該是從唐朝末年 不能說唐朝末年、楊雲松、尋龍經、遺龍經、漢龍經 因為唐朝末年嘛,唐末五代因為戰亂啊 唐朝歷史290年的歷史 他亂的話這些風水會傳入民間 所以嚴格來講風水有系統的風水 有系統的風水介紹大概在一千四百年到五百年左右 因為唐朝是在公元650、680建議的 大概啊,那八字是大概一千年 那液經、風水、八字 他們的功能不一樣 液經的功能是針對一件事 一件事 比如說你要知道國家的大運 你要知道一個人選舉會不會選上 一個人他這個病 他這個關卡能不能過 液經為要 第二個風水 風水有一點講到我常講的奇門遁甲 他會用風水的精髓啊 比如說左右要有抱 後面有靠 前面要有罩 罩中要有泡 講的是龍、穴、沙、水 講的是方位 direction and decoration 講的是方位跟你的佈陣 這是風水 風水有一點貪天之功 藉陰陽五行之氣來調整你的氣場 所以風水佈陣每個人都不一樣喔 每個人都不一樣喔 聽好我常講 不是那個金雞啊 不是那個金雞 對每個人都很好 不是黃色水晶都可以招財喔 如果你是祭黃色的 你用黃色水晶會虧錢喔 先講齁 這是風水 好 什麼是八字 八字就是你這一輩子的一個圖騰 一個圖表 叫做life chart 或是你的time frame 你的框架 時間的框架 你何時該容 何時該哭 何時該心 何時該摔 講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有的人 他不會接受這種 容、哭、心、摔所影響 因為他個人修行好 這個就我跟你講的 有所變有所不變 等一下這一隻掛來解釋 剛剛我們講那個東西 就講得很好 為什麼有的人 他該哭 他不哭 他該摔 他沒有摔 為什麼 水則解 有人來問老師一件事啊 老師啊 最近肺炎啊 coronavirus 肺炎那麼嚴重 我的公司要不要繼續 他打算要把它close down結束 那因為是這樣看啊 我不做分析 不做外面狀況分析 我會就你所沾的掛來做分析 我常講啊 易經的廟 在捷徑經為啊 易之交 捷徑經為 易之師 賊 什麼叫賊 查拉布 你學易經的人喔 很厲害 他未捕先知 不能說未捕 他一捕就知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孔明的馬前客 劉備要怎麼打仗 孔明掐一掐 這個可以這個不可以 這個有一點吹牛啦 因為劉備沒有什麼軍隊嘛 所以劉備很少說攻擊 劉備都說 請問一下軍師 我們這個仗守得住還守不住 劉備很少說我們攻擊 攻得成功不成 後來劉備不是要打那個孫全嗎 用那個長石陣後來不是大敗嗎 對不對 所以劉備這個人因為軍力不足啊 他只適合守不適合攻 那有時候你看這個這個東西 馬前客齁 再來看看我們的易經 你這樣這個話已經跟你講 老師現在景氣不好 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景氣才會好 我要不要先關 還是繼續 這隻怪為什麼精準 第一個我常講 易經跟你透露三個訊息 第一個叫做數 第二個叫做理 第三個叫做像 什麼叫數 Lumber 再講這個六十 聽好 再過來講理 再講一些哲學的道理 第三個再跟你講一個現象 如果你不懂的哲學道理 可以看這個像 仰官一天 撫養一地 你可以看作草木叢林各方面 看一看 你就會頓悟 會Enlightenment 得到一個啟示 在跟你講什麼 目前的狀況 外面是水啊 波濤洶湧 水一般來講 在易經上 煮熊 水是煮熊喔 金熊 熊弦喔 你看 水雷屯 水雷屯也是熊 水澤也是熊 那它外面是熊 你裡面什麼 你就是一個沼澤 這個沼澤可以調整水 所以這支話在跟你講 不要怕 Never give up 不要放棄 官跟不官之間 有千萬個選項 我那一季口頭禪 No change No chance 你沒有改變 就永遠沒有機會 聽好 你沒有改變 就沒有機會 為什麼剛剛我們講到八字 有的人 你明明就要摔了 你明明就要哭了 容哭 心摔 大自然的一個巡軟 為什麼你沒有摔 為什麼你沒有哭 因為他們有在做一個東西 叫做調節 這個節 六十分為一節克 為什麼叫做節 你要節制 你要調整 這個節 你可以翻做調整 可以穿做Modify 還是improve 改善都對 所以八字有人在問老師八字問題 其實我跟你講 八字啦 易經啦 風水 我跟他講啦 萬流同中啦 解釋到最後都一樣的東西 人要謙虛 多做善事 然後要不斷的修行 你要修正行為 你們都不做修正行為 妄想 打妄想 老師我什麼時候會賺錢 我好高興喔 聽好 當老師說你會賺大錢 成大功立大業 做大事賺大錢的時候 聽好啊 那個就是你磨爛的開始 有沒有 有沒有 出則無敵國外患 入則無法家 必是國橫王 在跟你講什麼 你沒有內憂外患 你這個不會興邦啦 懂不懂 多難興邦 應憂起盛 人就要不斷的痛苦當中 才要千錘百戀 才可以鍛鍊出一個成功的案例 他在跟你講這個 如果你今天找老師弄命 就等那個時間 天下 天上掉下餡餅 沒有用 不要找我 我愛莫能助 我只是一個詮釋者 我只是根據命牌跟你講 你哪一年有個機會 這個機會 雞不可思 那我已經在跟你講幾年後 不是講明天 不是講後天 在那個命要來之前 你可以做一點改變 如果你不思上進 好吃懶做 然後依然顧我 我跟你講 不要算命 沒有用 聽到沒有 如果你每天在拼搏 每天在拼命 老師為什麼 我老師育人不俗 我都聽你的話 我在做修行的 而且我工作努力 我碰到多小人 都沒有碰到貴人 那你來找我 我願意跟你分享 跟探討一下你的案子 懂不懂 你自己又不上進 又不努力 每天打妄想 我要加一個成龍快婿 我要起一個 這個高富美的女生 不可能 我跟你講 你能攻不能守 你能守不能久 你能久不能安 你永遠不能長治久安 這個掛在跟你講的很清楚 很符合 很符合 老師平常在論命的風格 第一個修行 要修正行為 你看 水則節 no change no chance 你沒有改變就沒有機會 他沒有叫他關 這一支掛 異經之神 哎呀 應用之妙存乎一心 這個異經之神 再跟他講一件事 關跟不關之間 有千萬種可能 有一百萬個可能 到底是要繼續走 還是等著你的男朋友 有一百萬種可能 你不要走極端嘛 第一個 繼續開第二關 你可以暫時跟員工討論一下 最近不景氣 要不要放個什麼 類似無薪假啦 還是大家減一點薪水 大家在家裡好好休息 陪陪太太 陪陪先生 陪陪小孩子 類似之類 叫做四個字 共體時間 我跟你講啦 宇宙之間的萬物 好的壞的都會過去 大家還記不記得除夕 上一次除夕 很快的對不對 現在農曆三月了 對不對 很快的 清明節過來 對不對 很快的端午節 很快的七月半 很快的中秋節 很快的又過年了 所以你們要 開闊的心胸 不要太迷信 不要太迷信 老師只是覺得 心塵則靈 心塵則靈齁 很多東西 碰到以後不要怕 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最後你把它放下 不要太掛愛 不要太掛愛 尤其感情上的事情 我有時候看到很多人 都為了感情的事在掙扎 你今天很恨這個男生 玩弄你 拋棄你 我跟你講 等到十年後 二十年後 你會感謝這個男生來傷害你 為什麼 因為沒有他的傷害 你不會比 你不會更堅強 你不會更成熟 生命的奧妙在這裡 沒有一番寒側骨 哪來梅花鋪鼻香 大家問題在這裡 只想要香 不想要經過那個寒側骨 很悲哀啊 第一個 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你不要看很多藝人 在台上這樣子 嬉笑怒罵 然後 談笑風聲 你知道他在家裡 他準備多久 就等一個機會 所以老師在某方面 很佩服這些藝人 我很喜歡看一些搞笑藝人 為什麼 他不知道 醞釀多久的時間 經過多久的淬煉 然後模擬各種狀況 然後把那個笑話講出來 有時候我們又笑不出來才慘 說真的很辛苦 藝人賺這個錢 真是辛苦 真是辛苦 因為現在 哎呀 這個江湖 臥龍藏武太多了 臥龍藏武太多了 好 如果你們對疫經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老師這個談談 來預約時間一下看看 當然 每個功能不一樣 每個功能不一樣 你一定要做整個身體的總體分析跟檢查 你才會知道你的優點跟缺點 然後針對你的缺點做一個補強 我原則上還是鼓勵大家先做一個八字的命理分析 無論如何做個分析 省一點錢 找你信的過的老師好好做分析 有問題 找你論民的老師問 千萬不要把他的問題拿來問我 因為不同門不同派 男權北腿 老師啊 他怎麼都用腿子在打 我怎麼知道我是男權派啊 我又不是北腿派 言有頭 載有主 個人生死 個人了 個人吃飯 個人飽 我的問題你可以問我 你的問題如果我幫你論可以問我 不是我的問題不要問我 那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 談到這裡 我還是陸陸續續會講 陸陸續會講一些 這個案例 那個疫經的我會講 還有八次的我也會講 老師沒有在百度拍 老師沒有在百度破袋子 已經有心人有系統 把老師帶子破在那裡 又幫老師回答 我不曉得要感謝還是生氣 但是老師沒有在大陸拍 百度拍袋子 那我拍的時候 我還是會拍英文版的 因為很多外國朋友要看 所以我都會拍個英文版 所以有時候你們看到英文版 不要太驚訝 我另外一塊一定會拍中文版的 我大概中英版一起拍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OK 拜拜 拜拜 拜拜